作為一隻福建開箱既往 正是照我貓哥踢入 我心中甚是不平 狗機來還會跳牆 更何況我這隻雞 所以昨天我送了一整天的外賣 1400點券 我將在貓哥的號上 醫學牽辭 以震我威名 直接買60個 收6個 剛好66大筍 只乃開箱大吉之兆 內心頓時穩如老吉 我也不多逼逼 開就完事了 這裡我先一個一個開 66拆分為50加16 為什麼拆分成這個數字呢 5016翻譯成中文 就是我你要6 重新排列組合一下5106 也就是我要你6 哇耶我真是個天才 貓哥果真不及我 此開箱大法循序漸進 從小到大此起彼伏 來大吉之兆也 剩下這50個我將一起開掉 一次性開50個 這個壯舉 貓哥不敢做的 我做 貓哥不敢想的 我想 我就是這麼牛皮 四個皮膚一起出現吧 哥特玫瑰 絲毫不慌 根據能量守恆定律 我虧了 那麼就一定有人賺了 如果犧牲我一個人的運氣 那換來觀眾朋友們的好運 我覺得不虧 而且是虛賺 只不過 可能回頭又要被貓哥嘲諷了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我進醫院 這次的點券 都是寂寞人我辛辛苦苦自己 送外賣賺來的 愛滴魔力轉圈圈 我寂寞人能不能翻身就靠你了 幻海之星出來吧 絲毫不慌 根據能量守恆定律 我虧了 那麼就一定有人賺了 還有最後的200點圈 能不能讓貓哥刮目相看就靠你們了 絲毫不慌 根據能量守恆定律 扔你個頭啊 一天到晚就知道給我整些花里胡哨的 來給自己找藉口 起開 今天我就讓你明白 什麼叫做真正的 福建開箱王